吴迪娜 美美档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新闻开始带你联关心 近期杜苏瑞台风造成南区多处的变道毁损 那么现场徐正卫就南下会刊了 毁损的高辽轮天大桥临时通行的变道 只是相关单位带河川水位退去之后 尽快的来修复 以便相亲日常的通行 杜苏瑞台风虽然没有正面直击台湾的东部 但是地处迎风面的花莲县 因为大量的水汽带来超大豪雨 尤其是南区乡镇三天累积降雨量逼近900毫米 不少地区因为多日连续大雨降雨导致灾情发生 其中去年因918地震灾害断桥的高辽 轮天两座大桥的过溪临时通行变道 也遭到豪雨造成的暴涨溪水冲断 使得两端通行再次受阻 许正位特地南下到这两座便桥会刊 并表示 县府将全力以赴进行修复工作 尽快恢复高辽和轮天两座大桥 临时通行变道的正常运行 今天来看就是希望说 能够让解决乡亲行的便利是最重要 因为毕竟高辽大桥现在已经发包完成了 但是施工可能还要24个月左右两年 所以这个便道怎么样让它赶快来 让乡亲能够恢复安全通车 这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之后的管理委管还是要请证公所 因为其实只要是豪大雨 它是便道 而且它是在河顶 只要是豪大雨 只要是夜间 通通过都请要管理 不要让乡亲可以走 这样是安全地是最重要 县府的建设处指出 因为杜苏瑞台风带来的臭的豪雨 致使秀古卵溪水位暴涨 湍齐的水流对高辽 轮天两座大桥的临时替代过溪变道 造成严重的破坏 因为目前河川水位仍高尚未退水 暂时没有办法立即进行修复 那我们明天已经请公公司 明天会用空拍机来飞 然后了解这附近的河道流水的状况 还要做出入的设计 县政府每天持续地监测河川水位 一旦水位降到可控范围 修复团队将立即的进场进行修复 此外县府也正与河川管理单位 以及设计团队 研理最佳的修复方案 以确保变道的修复工作 同时满足经济性及安全性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